杜拜深浅是目前世界上最深的泳池 其深度达60公尺 由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有着根深蒂固的采珠文化 于是这座建筑的外形就像是一个有着水池和喷泉的巨型牡蛎 从表面上看 它和任何一座普通的游泳池没两样 但进到水下一看 它可是工程和规划上的一大奇迹 它为初学者和专业人士配备了最先进的装备和设施 你可以在此进行浮潜或潜水 水温保持在设施30度的固定温度 这是潜水和穿着所有装备和潜水服的理想条件 你不必担心海洋中常有的低温问题 每个氧气罐也都能持续供应30到45分钟的氧气 当然训练有素的潜水员自然知道在游泳时怎么调节呼吸 前几公尺的部分是热身和训练专用 但在30公尺以下的部分 那里的环境就像是一座被淹没的城市 需要一点经验才能好好探索 你可以在此找到各种东西 从家具齐全的公寓大楼 到你甚至可以坐在其中的水中汽车 里面也有一些玩的互动式物品 比如撞球和棋盘 这里没有海洋生物 因为这是座泳池而不是水族馆 打造一个水族馆则需要以完全不同的方法进行建造 规划和杜拜生前所无法提供的维护作业 知道有人能从外面观看你在泳池里面的动作时 这个体验整个就更加超现实了 任何人都可以坐在餐厅里 一边欣赏着这座水下游乐场 一边吃着零食三明治和冰饮料 这里也有一个礼品店 提供一些超酷的纪念品 甚至还有一个能举办会议和研讨会的空间 此外万一发生什么事 这里也有工作人员负责监控 他们除了能透过窗户观察 里面四周也安装了56台摄影机 以确保不会出任何问题 这座泳池具有良好的维护和监控机制 能确保所有潜水员的安全 工程师们使用混凝土结构 建造了这座游泳池 并安装了该地区最先进 可供12人使用的高压养舱 以应对紧急情况 那也是供潜水员休息和呼吸新鲜空气的好地方 我说真的 该泳池中具有390万加仑的淡水 每6小时会过滤并循环一次 其过滤系统使用火山岩和美国太空总署 所开发的特殊技术 从上到底部4.5公尺处都设有扩音器 这些扩音器是在为潜水时 能创造出更美好的氛围所设计 其中的水下百叶窗也可供开关 让在一片黑暗的环境中 潜水有更大的乐趣 但该游泳池中有150盏灯 可以控制气氛和环境 能让你感觉自己仿佛是在一个闹鬼的洞穴里潜水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也能提供你手电筒进行照明探索 事实上 进行任何形式的潜水后 都建议在上升大约到300公尺的高度前 等候18到24小时 但反着坐也没什么风险 杜拜深前的面积相当于6座奥运标准泳池 并从波兰的Deep Spot手中赢得了最深泳池的美名 波兰这座深水泳池有45公尺深 而杜拜深前则有60公尺深 它专为做各种级别的潜水员进行训练的场地所打造 这座巨大的游泳池花了两年的时间从零建构出来 并花费了近1100万美元 其建造过程估计使用了11000吨钢材 这可超越了过去世界上最深的泳池 意大利的Y40深浅乐 其温度常年保持在摄氏32到34度之间 这种温度对穿着潜水服进行潜水也很舒服 它具有一个能攻潜水员探索的小型沉船 以及具有各个探索地点的人工洞穴 那感觉就像在沉默的玛雅遗迹中游泳班 这座泳池的容量是普通泳池的27倍 并且还有一个玻璃隧道连接着两端 该项目中含有许多在浏览时可见的小细节 任何人都可以潜入位在池底的栏洞 来测试自己的潜水技巧 这里甚至还提供了一间能从房间内 看到游泳池内部的水下旅馆 就像杜拜生前一样 这座游泳池中也没有任何海洋生物 因为它不被视为水族管 但它欢迎每个想学习潜水基本知识的人 也欢迎寻求刺激的经验丰富的潜水员前来探索 Nemo 33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 是世界上最深的游泳池之一 它建于2004年 耗时7年建成 从头到尾 共花费300多万美元 由一位有潜水经验的工程师所设计 这座游泳池始终使用50多万加仑的过滤泉水 它专为挑战你的潜水技巧所打造 甚至还模拟了大海和海洋的环境 这座游泳池含有许多模拟环境和障碍 使之更为有趣 非常适合初学者和专业潜水员在此活动 它甚至是好莱坞电影拍摄水下场景的场地 这是一个不用踏入就能感受到大海的好地方 从表面到底部约有35公尺深 但如果你想轻松潜水 你也可以只潜到4.5到9公尺的深度 这座游泳池中含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洞穴模拟建设 以提升体验乐趣 让你会想一再来访 这里和其他深浅游泳池一样 没有海洋生物 该走出世外 来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 City Stars沙姆沙伊赫 享受一下阳光了 该地区位于西奈半岛沙漠中部 以度假圣地和旅游圣地而闻名 游泳池由海水所供应 花费数周时间才填满着大约9万3千平方公尺的水 在这么一座游泳池里游泳并不容易 不过这里倒是很安全 世界上第二大户外游泳池 则是智利的Saint Alfonso de Mar 它距离圣地亚哥大约100公里 位在一个名为阿尔加罗沃的繁忙旅游小镇 这座泳池是普通奥运泳池的20倍大 共975公尺长 30多公尺深 该泳池的水来自太平洋 并持续地进行抽水 过滤和清洁的循环 准确而言 该泳池使用6600万加仑的水 其体积为大约8万平方公尺 设计这个泳池的工程师 利用脉冲和超声波过滤系统 以维持盐水的纯净 这是一个很棒的系统 因为其设计不需要使用太多的滤汗电 该泳池非常大 你甚至可以乘坐小帆船或独木舟 从一边航行到另一边 若你搁浅了 你还可以直接抵达真正的沙滩 享受天然海浪拍打 和棕榈树良荫的美好氛围 伊克吉尔天然井是最独特的水域之一 是为天然水池 这个地方位于墨西哥的尤加敦半岛 在历史上对玛雅人而言 非常的重要 而现在则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 天然泳池之一 它有一座坍塌的洞穴所形成 并构成了一个60公尺宽 45公尺深的洞穴 其中的水如水晶般清澈 完全能令人好好地放松 并逃离一般那种人挤人的泳池 你可以直接跳进水里 或者被从磕入石灰岩墙中的梯子走入其间 我想直接跳进去 拜托 菲律宾棉兰牢老岛的魔幻之河神秘且迷人 因为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这条河的颜色和其他的河流截然不同 从浅雪区的海蓝宝石色 到深雪区的深蓝层次变化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由于水非常的清澈 你可以直看到河底 这条河本身并没有那么大 同时还靠近大海 所以有些当地人认为 这条河是灵魂的家园 且某些区域甚至禁止在其中游泳 但不管怎样 这条迷人的河流实在是每个人都该去泡一泡的好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